政府早前设立了爱新之家 让被扣查的未成年无证移民 可以和监护人关押在一起 方便照顾 如今内政部计划在吉兰丹和12月 开设爱新之家 使得这个设施的数量增加到4个 12,400 然后从12,000 被扣查的数量增加到18岁 那是数量增加的数量增加 现在的数量增加到1,400 内政部长南都斯里塞福丁 今天在沙巴巴巴移民扣渡中心 为全国第二个爱新之家开幕 这个设施可以容纳100个人 目前有62名被扣者 包括44名小孩 部长透露 如于一般的扣游中心 生活条件不太好 所以有部门建议 为婴儿到大约11岁的儿童 另外设置专有的建筑物 内政部接下来的目标 是在吉兰丹丹纳美拉和12月美里 打造爱新之家 experimental附近的化学生 seasons 与养撃 组合 和 Extrem